大家好我是张子旭听说台北最近开了一个扭蛋的展览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这个就是非常受欢迎的被人子小姐 2012年她推出的时候在社交网络上大挣回 后来其他说台北最新鲜的心里都没有人家的 都非常可爱 那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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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克克斯基さん的一枚的落雀から生成了一个企画 KitanClub 这个是各种艺术人与合作的企画 这个就是小的牛蛋里面的台中人高大 一摆一下就头盔不太多 这个非公人的手套 背包、鞋、鱼类、太古人的衣服 都可以穿着和太古人的衣服 这个是猫咪的头套公仔 就是你在扭蛋里可以抽到 给猫带的一些很可爱的头套 比如说这种兔耳朵的 或者是水果造型的 我们的扭蛋机器不大算常吃几个 变编分好了 这样我们的扭蛋机器很快 虽然抽到的不是最喜欢的 但是扭蛋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不会让你拱手而归 你总是有所收获 到最后的拆扭蛋环节 不知道今天的收获如何 是一个很可爱的 它可以趴在杯盐上的造型 然后是太空园 太空人是需要自己组装的 太空人是这样侧着挂在杯子上的 凤梨的这个超级可爱 猫的头上装饰品 这样 我抽到的11只黑柴 就像你这样子 我可以逐渐 真的有什么好处 我才能帮你 你怎么会